自从1994年职业联赛创办以来 大连万达队四度折贵 而另外一次冠军则被上海申花队夺走 近年来大连万达队勇夺三连冠 而上海申花队只能以三连亚聊一次位 很明显万达队占据了上风 不过在五年来双方在联赛及足鞋杯上的十二次交锋中 双方打成了三胜六平三负 申花队近十三球失十一球 在竞胜球上还占得先机 因此谁将在即将开战的超霸杯赛上获胜 就将打破双方在战绩上的平衡 为联赛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近期双方都与韩国的球队交了手 大连万达十德队在亚聚杯东亚四强赛中 尽管与釜山大宇队和浦翔制铁队都只打成了平手 但是还是将这两支韩国球队淘汰出局 取得了近年来中国球队对韩国球队的最大胜利 万达队在士气上占得先手 上海山花队则与代表韩国参加亚洲优胜者杯的 全南龙队打了两场比赛 首场先以加实赛的金球而落败 而第二场则以点球挽回了一点面子 尽管万达深花同韩国球队的交手当中战绩相当 但是毕竟万达队参加的是正式比赛 而深花队打的只是友谊赛万达队受到的考验更大一些 在亚聚杯赛中表现优异的郝海东无法参加这场比赛万达队的攻击力将大受影响 而在徐红缺阵的情况下张恩华只能独臂晴天 率领一帮小将组成后防线 在亚聚杯赛中这条后防线的内部极易被对方突破 整条防线的速度也不够快 如果不是门将韩文海表现超长 即对方的射数欠佳万达队失球绝不仅仅只是三个 万达队的中场有那枚切克这位中国联赛的最佳外援坐镇 情况要比防线和封线好一些 与去年的汉斯金斯相比 新加盟的伊朗世界杯国角沙赫鲁迪 及纳米比亚前锋阿里恐怕还要稍训一些 在新人中中尉既明义前卫周杰表现较好 是万达队的希望之星 同旭跟宝一样 拉扎罗尼最近也在深花队中启用了一批 从来没有打过甲鞋联赛的新人 其中来自八一队的门将郭文周 首次代表深花队出场就铺出了韩国全南龙队的两个点球 表现非常稳定 曾经在巴云会上有不俗表现的霍制宇等 也得到了扎加罗尼的重用 两位教练如何用好这批新人 将影响万达深花两强今后的实力对比 深花队的三名巴西外援中 以由后腰改踢中位的如利奥塞萨尔最位突出 他和无兵组成的中路防线 目前要胜过万达 曾经效力日本川奇贝尔敌队的 进攻型前卫莫莱诺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还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值 而在去年联赛中表现不俗的马赛洛 前一段由于一直在进行体能训练 所以近期发挥的令人失望 从目前的状况看 哪队的外援更好还很难说 深花万达曾分别夺得过 95和96年度的超把杯 尽管双方都不把这项荣誉看得很重要 但是两强相遇总能擦出一些火花的 超把杯比赛 只是一次性比赛 不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像去年超把杯比赛 我输给北京公安 说明不了问题 但是这个比赛能争的话 我们当然要争取胜利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 还是放在甲埃 包括这些杯跟亚拘杯争取好成绩 超把杯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比赛 届时双方都会全力以赴 由于万达队不能上场